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摆放才能增加我们的运势呢? 一 床头放这三样 增加旺气 其一 钱币 钱币是世上流通的一种货币 有了钱就可以换回自己的所需物品 一个家庭富不富裕都要通过钱表现出来 因此 钱币也称贵重之物 以前的钱币多为铜钱 元宝 金银地 很不方便携带 即使放在家里也多有不安全感 尤其是平民百姓 对于钱的来之不易更加地珍惜 因此 一些穷苦人家的人们 就会把铜钱放在床头枕头下面 认为也只有这样心里才会踏实 才会觉得比较安心 避免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被偷或者丢掉 久而久之 人们认为 钱应该放在税的地方 钱是人们的念想 人们常说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方能梦想成真 把钱币放在税的地方 夜夜思之 思之有之 故有招财之意 拯钱而税就意味着招财进宝 财源滚滚来 因此也就有了 床头放钱币可以忘财的说法 直到现在 在农村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 仍然有拯钱而税的习惯 不过 这个习惯 已经不再是担心钱被偷被丢了 而是为了这个美好寓意 希望能够招来财运 同时 床头放些零钱 也是为了日常消费使用起来方便 这也充分反映了 人们向往幸福生活的追求 其二 床头柜 床头柜不仅仅可以放一些常用之物 更主要的是能放一些书籍 在以农耕为主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年代里 人们也没有电灯可用 也只有一盏没有灯照亮 但多数的人们读书的习惯还是有的 床头放床头柜 里面放几本自己喜欢的书 很是方便 古代的人们贫穷 一般家庭是没有书房书柜之说的 因此 床头柜也就成了部分穷苦人家的书柜 常言道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 古代人普遍认为 书柜会积攒福气 因此 只要是一些稍宽裕的人家 都会放置书柜 而没钱人家就以床头柜替代书柜 久而久之 放床头柜和放书柜 就都成了招财纳福的象征 虽然多读书并不一定能马上发财 但多读书就会多懂一些道理 因为人们都懂得 读万卷书就能行万里路这个道理 也只有多读书才能了解更多事 才能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游刃有余 一本好书的确能给人提供精神食粮和创新的理念 能够让自己受益而转化为物财富 其三 葫芦 过上幸福生活是每个人的追求 都希望自己福气多多 裁员不断 而葫芦的谐音 福禄 有着福禄同时来的寓意 葫芦口小肚子大 又有着意进不意出的意思 寓意着财富只能往家里进 不能出 人们常说 窗台放葫芦 家里会变富 葫芦压窗台 福禄自然来 就是这个意思 人们认为 葫芦就是一种吉祥的象征 因此 床头放葫芦也成了一种招财纳福的吉祥物 其实 古人床头放葫芦是另有一种意思的 因为在古代 葫芦是盛水的最好物品 床头放葫芦就是为了晚上口渴能够及时地饮用 二 床头放这几样减少旺气 其一 镜子 床头不宜放镜子 在床头放镜子是很多人的习惯 因为这样 一起床就可以拿起镜子来看看仪容怎么样 其实 风水上床头不宜放镜子 因为会直射床头 容易把煞气反射到你的头部 导致睡眠质量差 其二 古董 有些人喜欢摆放古董 甚至还把古董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其实 在风水学中 古董可是煞气 阴气非常重的事物 因为很多古董都经过战乱 身上都不知道沾染过多少鲜血 有些甚至是随葬品 所以 摆放和购买时一定要慎重 其三 手机 相信 很多人睡前都习惯玩会儿手机 但正是因为这个习惯 才会让我们晚上睡不着 白天醒不了 精神越来越差 身体频繁发出警报 专家建议 想要提高睡眠质量 一定要将带屏幕的电子设备 如手机 平板电脑 电视等物品 带出卧室 远离床头 这些物品都会不断刺激你的大脑 让你的精神处于兴奋状态 从而导致入睡困难 心绪不宁 想睡个好觉 先远离手机 让大脑彻底关机休息 才能尽快进入深度睡眠 其四 闹钟 闹钟的滴答声音会影响入睡 当人熟睡的时候 闹钟忽然大声地响起 会使人精神紧张 一下子很难缓过神 甚至还会出现血压突然增高的情况 建议睡眠质量不佳 睡得浅的朋友 选择声音较小的闹钟 或者别放闹钟 如果需要定时叫醒的话 也尽量把闹钟声音调得小一些 免得忽然响起的闹铃惊到自己 起五 花草 床头要避免放宽大叶片的大型植物 到了晚上 这些植物会消耗氧气 释放二氧化碳 如果再加上卧室面积较小 或没有开窗通风 可能会对睡眠质量造成影响 另外 也不要放有香气的植物 比如百合 油加利等 虽说它们的气味本身 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但太刺激的味道 会让我们很难入睡 有时候还会造成头晕 同理 香水 有味道的化妆品 最好也不要放在床头附近 如果喜欢植物 摆一些小型的吊栏 绿螺 树微草 或者多肉类植物是合适的 其六 毛绒玩具 毛绒玩具表面非常容易隐藏灰尘 有些毛绒玩具外表看着亮丽 内部却可能含有大量的 病菌和甲醛等物质 还有一些毛绒玩具 是用有害的化学纤维填充的 容易使人流泪 起红斑 甚至会引起呼吸道和皮肤感染 甚至还有些厂家 会利用黑心棉作为内部填充物 这些肉眼都不好分辨 如果非放不可 大家一定要购买正规的商品 其七 宝剑 有一位朋友在一次旅行中 买了一柄号称能镇宅的宝剑 将其悬挂在床上 以求避邪 但从那以后 他就一直做着噩梦 吃不下饭 在风水中 床铺的气息必须是纯净的 用刀剑则是锋利的精气 只有在有煞气的地方 才能起到压制的作用 如果把它挂在床上 会让床上的气息不稳定 从而影响到人的睡眠和身体 其八 空调 空调是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夏天空调为我们带来清凉 在冬天为我们带来温暖 但冷风吹得太厉害 室内的空气也不稳定 许多人的身体素质都不能适应 长期被冷风吹久了 很容易着凉 所以空调不能放在床边 或者挂在床头 不仅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 还会给人带来不好的运气 总之 风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只有注意身边风水 摆放正确 空气中才会流传着好的风水能量 给自己带来运气 如果随便摆放 放了一些镜子之类的 就会影响自身的风水 让自己陷入麻烦当中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